根据史记的记载 武帝的故事发生在大约五千年前 五千年前是什么概念呢 他比秦始皇统一天下 还要再早三千多年 这哪怕对于司马迁来说 也非常遥远了 因为如今的我们 距离史记写成 也不过在两千多年 那个时候 华夏大地上的一切都还相当原始 粮食产量不高 人们每天都想着这么填饱肚子 穿的衣服也比较简陋 大家刚刚脱下兽皮短裙 换上最粗糙的蚂蚁类的织物 据说 苍结造字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也就是说 在那以前还没有文字 而且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 还没有形成政治体系 和社会制度等概念 一般的话 就是和家人们生活在一起 也即所谓的士族或者部落的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司马迁记录了这个为华夏社会打开全新局面的人 也就是五帝本纪里的第一位帝王 皇帝 他被司马迁列为天子之首 也被我们看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当然 另一位祖先炎帝 虽然不是五帝之一 但在史记里面也有戏份 等下会提到 其实啊 我们之所以称皇帝为祖先 并不是说他一个人繁衍了一整个民族 而是说他在文化方面 对所有华人印象深远 是中华民族的 人文十足 史记载道 皇帝者 少典之子 他姓公孙 名曰轩元 又被称为轩元氏 至于轩元 是如何变成后来的皇帝呢 我们待会儿再细说 大家可能听过鲁迅先生的两句诗 记忆含心 全部查 我以我却 见轩元 诗里的轩元 就是鲁迅借皇帝的名字 指代整个中华民族 轩元这个人 格外聪慧 他在其他小孩还在吃奶的时候 就会说话了 司马迁写了很有韵律的一段话 来形容他 说他是 生而神灵 弱而能言 幼而寻奇 长而敦敏 成而聪明 小时候天子聪颖 长大后更是训诫 积敏 敦后 敏势力 你看 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聪慧的祖先 虽然司马迁只写了轩元聪明 但他的长相应该也不赖 毕竟是生出了你我这样的优秀人才 轩元生活的时代 整个华夏大帝 并没有皇帝这样的职务 但却有个天下公主 也就是天子 他是某一个部落的领袖 但也同时兼任所有部落联盟的大哥 主要职责 就是维持人民友爱 调解部族矛盾 今天去关心一下 鸡家部族还有没有米吃 明天去给江家部族和姚家部族 拳拳架 万一有人动真哥的打起来了 他也要带兵阵阳 轩元年轻时 做天子的是神龙市的后人 神龙就是长百草的那个神龙 特长是医药和种地 也被认为是三皇之一 但等到轩元长大后 神龙市市衰 他们的传人一代不如一代 已经管不住各个部族势力了 老大软弱无能 手下必然会乱作一团 于是诸侯相亲法 暴虐百姓 当然这里的诸侯就是部族领袖 他们不但互相战争 甚至还波及残害了无辜的平民 可面对这样的混乱局面 顶着天子名头的神龙市 却是福能争 没有能力去征讨他们 一个老大不行了 就会有另一个老大站起来 于是轩元站了出来 他要开始大站拳脚了 轩元乃习用干戈 以争不想 干是盾牌 戈是兵器 不想是指不来觐见朝外的人 皇帝抄袭武器 做起了天子 没有该做的事 他前去各诸侯间调解纷争 平息战乱 征讨那些 其实有时候 实际行动比同仙名号更重要 轩元事实上 做了那些天子的行为 实力又很过硬 诸侯们很快就被打服了 他们闲来宾从 向皇帝俯首称臣 甘心做他的小弟 不过 做天子的故事常常是一拨三折的 轩元的这趟真好之旅 也不是一帆风顺 他虽然厉害 但还是遇到了两个难搞的敌人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炎帝和持有 你可能会问 炎帝不就是神农吗 前面神农的后人已经是天子了 怎么现在又出来了一个炎帝呢 其实 关于炎帝和神农的关系 一直有很多说法 有人认为 神农就是炎帝 神农是本名 炎帝是称号 也有人认为 炎帝是神农一族首领的统一称号 并不专指一个人 另外 还有种说法说 炎帝根本与神农没有关系 也有说炎帝是皇帝的亲弟弟的 在世纪里 司马迁没有正面讨论这个问题 但从他的行文来看 炎帝可能并不是神农 而是另一个首领 因为神农年纪更大 像是皇帝炎帝前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神农是世衰才比较合理 总之 司马迁并没有明确指出 炎帝究竟是不是神农 但炎帝为祸一方 去欺压其他诸侯的事 却是清清楚楚写出来了的 炎帝欲亲临诸侯 诸侯不想受欺负 于是便贤规轩辕 都来投奔他了 打住 打住 为了对付炎帝 轩辕做下了许多准备 乃修得诊兵 至武器 义无主 辅万民 杜四方 轩辕训练部队 种植庄稼 安抚百姓 敞量土地 这些基础备战工作完成以后 他还训练了一批特种兵 熊比一批小猪猪 这些都是传说中的猛兽 可能是灭卷了 也被传说夸大了 总之 轩辕带上勇猛的士兵 凶残的隐兽 以颜兽战于版权之一 可惜的是 版权在哪里 还未被考证出来 有说山西 也有说河北 还有说北京的 但总之 在版权这个地方 轩辕三战 然后得其之 语文好的朋友应该知道 三在文艳文中 可以指三 也可以指多次 但这里两种都有可能 总之 在笔圈 轩辕和燕帝 豪杰上一场 最终 轩辕得其之 也就是从精神意识上 彻底不打扶了燕帝 小弟从此 愿效忠于 轩辕兄长 燕帝搞定了 但记得吗 轩辕还有另一个敌人 吃油 是的 就是那个经常被化成 掌脚怪兽的 吃油 但在实际里 吃油应该是个凡人 而且还是个 极其残暴的凡人 整天不干别的 光带着族人 四处作乱 因为实际写道 吃油最为暴 莫能法 吃油作乱 不用地命 不过 这位boss的挑衅 并没有吓到血缘 为什么呢 原来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垮住 轩辕可是在部落中经营多年 不光依靠武力打赢了对手 还通过魅力征服了一大批朋友 他的战争就是天下的战争 听到轩辕大哥要打吃油 各个部署纷纷起来支援 他们组成联军 与吃油战予捉戮之野 最终行货 并杀死了吃油 其实关于皇帝和炎帝 吃油的这两场大战 说法也很多 在一些神话传说里 都是浓墨重彩 场面宏大 有人说 版权之战中 炎帝使用火攻 于是皇帝到中 还有人说 周禄之战里 吃油操纵大户风露 于是皇帝发明了指南车应对 等等 但这些看起来很精彩的战斗过程 在史记里全都没有 司马迁只是一笔带过 仅仅交代最后谁输了 谁赢了 我猜 他之所以这么写 可能是出于对严谨型的考虑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前面这些描述战争的文献肯定看过 但在他的指示结构里 虽然并不能完全否定 那些玄幻的战斗过程 但他却没有找到更为确切的证据 便没有把他们写进史书 而这是史记的一种写作精神 司马迁也在文章最后的《太史公约》里说 他是从史料之中 择其言尤雅者 所以他心目如今 仅仅将那些最合乎规范 最可信的内容 写到了史记里 这个时候 天下的绝大多数不足 要么已经被轩缘打败 要么就是归顺于他了 于是 诸侯贤尊 轩缘为天子 代神农士 视为皇帝 就此 轩缘士正式取代神农士 成为了全天下的 到这里 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 皇帝为什么叫皇帝 他为什么不叫红帝 黑帝 绿帝呢 这个 还要从古人的武德 观念说起 所谓武德 就是指金木水火土 五种属性 古人认为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属性 朝代与朝代相生相克 循环交替 比如周朝 说 虫上红色 而接替着周朝的琴 则属水 所以龙袍 铠甲 都是黑的 至于皇帝呢 大家应该通过黄色猜到了 皇帝是属土德的 根据吕士春秋记载 皇帝在位期间 曾经有大隐 大拢献士 这应该是两种巨型昆虫 现在想想挺恐怖的 但当时的人却认为 这是一种具有土德的祥瑞之长 看来 这个天子是属土德的呀 于是 人们就说轩缘有土德 并用土的代表色黄 来称呼皇帝了 接下来 司马迁介绍了皇帝 即位后的一期的举措 他到访了神州大帝的许多角落 这样看来 皇帝的影响力范围是相当广的 而这也相当于最早的中国版图的雏形了 在政治方面 皇帝也建立了初级的管理制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部落时代 一个天子如果希望天下服从自己的话 都要做哪些事呢 他的诉求和后来极权时代的皇帝不同 当极权形成后 皇帝害怕的是官僚集团背叛自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 皇帝与文官集团矛盾冲突不断 还因此发展出了宦官集团 但对于皇帝来说 他的触角还没有伸到各个部族中去 无法做到集权 所以他最迫切的任务 是要压制各个部落 以实现简介的统治 首先在军事上 他要保证自己部落的武力有绝对优势 能实力碾压所有诸侯 于是天下有不顺者 皇帝从而争之 平成取之 他带着兵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到处巡逻 忙到永家也回不得 他迁徙往来无偿处 以师兵为隐位 其次 在管理和外交上 天子既要保持和诸侯的联络沟通 要随时观察他们的动态 但他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 皇帝被设置左右大监的官职 专门用来监察协力各诸侯国 大家可以想象 皇帝也有自己的部落要管理 但司马迁记录下来的 不是他管理内政的职务 而是监管诸侯的 这应该是太史公认为 对于记录管理天下的天子来说 控制其他诸侯国的优先级 是要高于天子本国的管理与发展的 此外 皇帝还进行了许多祭祀活动 也就是向上天 向神灵 向大自然 向死去的祖先祈祷 大家都知道 古人对祭祀十分看重 我们如今有发达的科技手段 可以克服大部分的自然问题 但古人条件匮乏 随便一场如今看来 微不足道的自然灾害 就可能夺走他们的性命 所以古人们都要靠天吃饭 而祭祀这种跟神沟通的活动 就成了所有人都认为非常重要的事 皇帝本人也是如此 司马迁说 万国河 而鬼神山川风扇 欲为多焰 皇帝见万国河墓 天下太平 于是便代表所有百姓 祭祀山川鬼神 感谢神灵忽悠 表面上看 这不过是封建迷信 但实际却很有讲透 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 曾提出三种权威类型 分别是 传统性权威 法理性权威 以及克里斯玛性权威 早期的天子祭祀活动 便可以看作一种法理性权威 因为它形成了一种规则 那就是只有天子才能祭祀 而上天会优先听天子的祈祷 这样 通过独享祭祀这个特权 天子统治的法理性就提高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 那些古代封建社会的皇帝们 才会不厌其烦的祭天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祈福 而是强调自身统治的正统性 与合法性 说来有趣 去泰山封善过的古代皇帝 封善以后变得更好的 反而不太多 比如秦始皇求长生不得 并死沙丘 秦王朝也被项羽流亡推翻 唐选宗更是变得交涉隐逸 还引发了安史之乱 在皇帝的那个年代 人类掌握的知识不够多 所以一个人可以身兼数值 其实 在近现代科技爆炸前 一个人同时在很多领域精通 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地球利益段 比皇帝晚四千多年的达芬奇 就能同时做画家 雕刻家 工程师 建筑师 自然科学家 而司马迁写道 皇帝这个中华民族的始祖 不仅是个手段高明的政治家 还是个科学家 在祭祀的同时 他也在观察大自然 试图找出自然变化的规律 皇帝迎日推测 也就是看着太阳 以手中的测 以及小草棍 来计数运算 记录太阳的运行规律 从而推算出一些简单 但重要的结论 比如一天大致有多长 现在的天气是要变暖 还是转凉了呀 而在这些基础之上 皇帝制造了最早期的 力法 如今的我们 可能觉得力法平平无奇 哪怕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 也不会太影响生活 但在古代 力法可是太重要了 他有点像天气预报 加农业生产指南 片子颁布立法 告诉百姓天气 什么时候会变暖 可以开始播种 什么时候温度会变低 记得储量过冬 如果不知道这些信息的话 百姓会过得十分痛苦 比如今年开春来得特别晚 百姓可能误以为还没到农时 从而耽误了种地 或者他们无法估算 什么时候收获庄稼 也不知道秋收该储多少粮 每天是一晚饭 还是半晚饭 而那个时候没有发明纸张 百姓不可能去翻日历 更没有手机 查不了天气预报 人们想知道什么时候种地 今天是几号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立法 也正因为如此 制定并颁布立法 既是天子的职责所在 也是他用来 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 司马迁继续写道 皇帝顺天地之计 幽冥之战 死生之说 存亡之难 这四句话 是讲皇帝在哲学上的成就 他顺应季节规律 通晓阴阳变化 提出生死的道理 探寻存亡的规律 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帮助所有中国人 了解了自我 了解了自然 皇帝也蒙上了教育的理念 他不止以知识为自己谋服 也把这些知识分享给了吐罗大众 他石波白骨草木 纯化鸟兽虫鹅 旁罗日月星辰 水波土石金玉 老寝心立耳目 节用水火财物 他教导百姓播种农作物 驯化鸟兽虫鹅 观测天文 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开采使用水啊 石头啊 金属等自然资源 还告诉百姓 我们要勤勤恳恳地劳作 爱惜所拥有的财物 大家发现了吗 从皇帝时期 华夏大地上 就产生了对勤劳和节俭的赞美 上面说的这些 疆土 政治 祭祀 立法 教育 农业 甚至包括美德 都是皇帝时期的功绩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作为一个天子 皇帝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不仅获取了权力 也确确实实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 直到现在 世界各地的华人 依然有祭祀皇帝的节庆和仪式 从他的发明创造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后世许多东西的雏形 比如 迎日推测 顺天地之计 进化成了相当晚辈的二十四节庆 让人民在丰饶的土地之上播种 收获 生生不息 祭祀这一举动 发展出了更加繁杂 更有民族特色的祭祀仪式 也形成了敬天爱人的观念 再比如 老秦心立耳目 节用水火财物 他不但指导着我们的实际生活 也融入了我们的思想 也变成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美德 可能 正是因为这些贡献产生的深远影响 才使得司马迁 将皇帝列为武帝的第一位 武帝本纪是本纪的第一卷 而本纪又是史记全书的第一册 可以说 皇帝是史记中记载的 这位先祖所创造的一切 跨越了千万年的时光 早已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我们身体和精神的第一 以上就是史记华夏风云的第一期 武帝本纪皇帝篇的内容 讲述了宣言如何成为天子 并为天下百姓造福的故事 下一期 我们将继续讲武帝本纪 说说姚帝的故事 一听到姚顺语 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善让的传说 不少古装剧里的皇帝 如果被夸上一句堪比姚顺 也马上就会乐开花 姚是帝王典范 上古先贤 被孔子和无数文人当上偶像 但你知道 在这层光环之下 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苦衷吗 姚顺善让的美谈背后 又暗含了怎样的人性和政治考量呢 我们将用这档栏目 来为你分析每一场历史事件里 难以一眼分辨出的利益得失和政治博弈 探索标签化人设之外的 更丰富的真实人性 上回我们说了武帝之中的第一位 人文始祖皇帝 今天继续说说剩下的几位 根据史记的记载 武帝中的其余四弟 都是皇帝的子孙 他们的家谱如下 皇帝的正妃叫做雷祖 传说中养残之私的技术 就是他发明的 雷祖和皇帝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玄骁 一个叫昌义 昌义的儿子就是武帝中的第二位 专须 而武帝之三 帝库 则是玄骁的孙子 我们都知道 武帝分别是皇帝 专须 帝库 姚 顺 这五个人不是连续登基的武帝天子 中间还有别人上位 比如帝库的儿子 智 但司马迁没有把他们放进武帝里 而是专门挑了功绩 德行 历史影响最突出的五个人 这里面 司马迁重点写的是皇帝 姚和顺 专须帝库的篇幅不长 可能是在位期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又或者留下的记载不多 总之 他们两人主要是城上旗下的作用 专须在爷爷皇帝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历法 祭祀 也把版图扩大了一圈 在某些传说中 专区帝曾经下令绝地天通 也就是毁掉天地之间的天梯 阻断了凡界和神界的沟通 在《山海经》《国语》里都有相关的记载 武帝的第三位叫做帝库 这个长得很奇怪的字 读作酷 不过帝库并不严酷 凡是个很有魅力 道德情操高尚的帝王 他仁慈威严 善良博爱 即百姓之所及 司马迁说他是修身而天下福 能够通过修炼自身品德 使天下人都信服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 从皇帝到帝库 实际对天子的描写 发生了一些侧重点上的变化 写皇帝时 讲了打诸侯 打炎帝 打吃油 强调的是武力征服 到了帝库 则变成了以德服人 从开国之君 到守城之君 道德水平的潮漠 似乎越来越多了 不过 正如前面提过的 武帝本集中 专需帝库篇幅舍 司马迁着重讲的是 第四位帝王 帝库的儿子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贤君 姚 史记里喜欢叫他 帝遥 帝遥者 放熏 其人如天 其智如神 旧之如日 望之如云 富而不骄 贵而不输 帝遥仁爱 谦虚有智慧 继承了帝库的善良品性 更重要的是 司马迁不但夸赞了 姚的崇高品德 也着重描写了品德 产生的实际之理效果 帝遥 能名殉德 以亲九族 九族寄木 便章百姓 百姓昭明 和和万国 他通过修养自身道德 影响了家人朋友 再进一步 熏陶至下百官 最后使得天下百姓 全都一团和物 人文素养很高的你 一定发现了 帝遥推行美德的方式 跟儒家说的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很像 都是先提升自我 再去影响别人 儒家创始人孔子 就曾对遥 大家赞美 打在遥之为君也 孔子的学生们 也把遥当作偶像 当然 帝遥能成为一代贤君 可不只是靠美德 他同时 也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在位期间 正继斐然 实际 若卓中写了 他对立法的完善 讲皇帝时 我们就说过 立法是天下的 极限头等大师之一 帝遥做了哪些努力呢 首先 他给立法的制定 指派了专门负责人 西河两大家族 传说中 西河是一个人的名字 她是太阳女神 曾经生下十个太阳 后来还被 义射死了整个 不过 西河在史记中 却是指西家 河家两大家族 为了让立法更加精确 帝遥 乃命西河 静顺浩天 俗法日月星辰 静寿民时 为了进一步西花立法 帝遥派遣西河两家的族人 分别去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自负责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立法制定 首先 他分命西众 居寓夷 约阳谷 西众来到东边一个叫做阳谷的地方 传说太阳就是从这升起的 他恭敬地迎接日出 等到春天来临 便安排百姓种地 开启一年的农活 为了进一步西花立法 西众不但要看太阳月亮 也要观察星星 司马前写道 日中 星鸟 已因中春 日中 就是白天黑夜一样长的那天 星鸟 置之名为鸟的星辰出现了 于是 人们把日夜一样长 又能看到鸟星的这一天 定为中春 也就是春天最中间的一天 相当于现在的春分 这个时节 齐鸣西 鸟兽紫威 百姓们忙于分工劳作 动物们则忙着做快乐的事情 它们娇尾 生育 喂养幼崽 西是分散 分工 字是分娩 无辱 威通尾 也就是娇尾的意思 所以你看 春天的历法 就由西家老二 西中负责了 接下来 帝瑶又派西家老三 西书负责夏天 何家老二何中 负责秋天 何家老三何书 负责冬天 夏至是日常夜段 火星出现的那天 这里的火 不是八大行星中的火星 而是指二八星宿中 星宿的第二颗星 又叫大火星 大家可能听过诗经中的一句诗 七月流火 九月寿一 流的这个火 就是大火星 这时节天气炎热 百姓继续干农活 鸟兽则开始脱毛换鱼 秋分时节 日夜等长 能看到虚星 百姓收获粮食 鸟兽长出新毛 最后一个冬至日 则是夜长日短 卯星出现 西游记里 卯日新冠是个大公鸡 还帮猴哥降服了蝎子锦 而在卯星出现的冬天 百姓要冬处 欲寒 鸟兽也长出了细软的容貌 就这样 中国人的春夏秋冬 被西河四兄弟 全部安排好了 司马前继续写道 岁366日 以润月正四时 立法规定 全年共有366天 并通过增加润月 来修正四季 这和我们现在 一阳历年的365天 已经很接近了 而立法这件工具 光是写好了全部内容 还不算完 立谣还得想办法 把他们传达给老百姓 我们在皇帝篇里说过 那会儿没有纸张 没有日历 信息只能通过官员 口述传递 于是 立谣 身赤百官 这里的这个字 不是写信的信 而是通甲字 通生 表示生命纪律的意思 立谣生命纪律 严格约束百官 推行立法 最终 众公皆新 方方面面 都兴盛起来了 这就是 帝瑶和他手下大臣 对立法 做出的贡献 在这套升级版的 立法系统下 百姓的农业民生 得到发展 天子的统治地位 也更加蒙古了 司马迁继续写道 帝瑶在位数十年后 年纪见长 便想提前给自己 找个接班人 他对手下大臣 询问道 谁 可顺此事 这话 问得有点奇怪 照理来说 继承大统的 无非就是 天子的儿子罢了 之前的天子传承 都是这样 那么 帝瑶这么问 肯定是有 别的用意的 但一个叫 放弃的大臣 没有想到 帝瑶的用意 四子丹珠 开明 他站出来 推荐了帝瑶的亲儿子 丹珠 这丹珠 是瑶的四子 也就是继承人 可当他说完后 一向和颜悦似的帝瑶 竟然十分不满 他回复道 鱼 玩凶 不用 意思就是 说什么呢 我这个儿子 为人顽劣 凶恶 人品不行 不是接班的好人选 马匹派到了马蹄上 放弃灰溜溜的 推到一旁 而另一位大臣 欢兜却来了精神 他忙上前推荐道 贡公 旁聚不公 可用 那负责水利的贡公不错 业绩挺好 陛下您考虑考虑 大家可能听过 贡公怒出不周山的传说 他在神话里是水神 但这里 仍然是凡人 帝瑶对公公点评道 公公善言 其用弊 死功漫天 不可 公公巧言吝啬 心术不正 外表公顺 内心却不虔诚 不是能担他认知 帝瑶连连叹息 选接班人的事 陷入了僵局 恰在此时 天下发生了 另一件大事 大水灾来了 接四月 商商洪水逃天 好好淮山相邻 这场灾难空前引众 洪水蔓延到天际 淹没过山里高度 百姓不胜其苦 为了挽救人民性命 帝瑶暂时割下 继承人的事 转而许问道 下民其忧 有能使智者 有谁 能治理水灾呢 所有大神一起达到 滚 其实 他们并没有在骂人 而是真的推荐了一个 叫鬼的人 他是大羽的父亲 应该也是擅长治水 然而 帝瑶却依然不满 滚赴命回族 不可 这个鬼 他违背命令 伤害同僚 我不想要任用他 我们前面说过 瑶自身道德品性崇高 也很注重家人 手下 乃至天下百姓的 道德修养 所以他不管是继承人 还是治水人选 都一定要任用有道德的 偏偏方才这三个人 都是在道德水平上 不达标 然而 可能是洪水情势太简极 片刻也怠慢不得了 大神们催促道 义在 使不可用而已 陛下呀 就全且让鬼上任 先去试一试吧 瑶只得无奈统一了 不过 地窑就是地窑 看人的眼光也相当毒辣 史记写道 九岁 功用不成 这滚治水治了整整九年 最后仍是不见成效 有学者认为 史记这段 瑶找人治理水灾的故事 可能是超路错误 被放错了位置 因为接下来 司马迁又重新讲起了 瑶寻找王位继承人的事 瑶约 朕在位七十载 辱能拥命 剑朕位 这个剑是足字旁的 特指天子登位 瑶又提起了继承人的事 但大臣们却说 彼得 田地位 臣等德行浅薄 不敢辱没天子之位 诺大一个朝堂 竟然没有一个可用之人 地窑只好放宽选拔范围 对大臣们说 西举贵七级 输缘隐匿者 不管高低贵贱 在朝在野 只要是贤能的人才 统统推荐给我吧 于是 众阶言语谣曰曰 有官在民间 阅余顺 有位叫余顺的单身汉 说不定能做您的接班人 是的 余顺就是顺 武帝中的最后一位 他终于出场 不错 可宣于顺来见 群臣向姚推荐 说这于顺可十分了不起 他是在极其恶劣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 父亲愚昧惋劣 母亲不忠不一 弟弟为人狂傲 这几个奇葩家人 甚至一直琢磨着 怎么把顺这个至亲害死 顺跟他们斗志斗勇的经历相当精彩 具体的我们留到顺第一篇再说 但就算有这么糟糕的原生家庭 顺也没有惩乖 反而长成了一个善良 孝顺 有爱的青年 他不但能和如此恶劣的家人和睦相处 甚至还反过来用自己的优秀品质 熏陶改化他们 导致十里八强 人人承载 陛下觉得如何 好 总算来了一个有品的 有秀样的人选 在这个小伙子身上 地摇依稀看到了 华夏的未来 对继承人失望了三次的他 终于心动了 但是心动归心动 船尾可是头等大事 整个国家的命运 天下万民的生息 哪能轻易就托付于人呢 实际载道 姚曰 无奇事哉 这里的奇是须词 用来加强语气 是说 那我就来试验考察一下他吧 看看他的品德能力 能否肩负起带领整个天下的众人 姚对顺的考验 可能是华夏历史上 对王位继承人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他不但被司马迁 花大篇幅写进史记里 为历代文人知识传送赞美 也形成了华夏民族心中 天子让贤的典范 如果换你来做天子的话 你会怎样考察你的继承人呢 大家可以先写下答案 再来对比姚的 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天子的潜质 姚对顺的第一个考验 是思德 既然大家都说顺的道德水平高 那就来验证一下吧 于是 姚乃也二女七顺 以观其内 十九男于楚 以观其外 姚将两个女儿嫁给顺 讨查她在家庭内部的品德和作为 又让自己的九个儿子 和她成为朋友 观察她在家庭外部的厨师严谨 这里姚的两个女儿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乡夫人 博华和女婴 有些同学可能会感到奇怪 你去考验一个人 有必要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吗 就算真的要嫁 怎么嫁一个还不够 还非要嫁两个呢 是的 如今的我们是无法接受 把婚姻当作工具的 也会觉得 对俄黄女婴很不公平 但是我们独立实施 需要把人和故事 放进大的时代背景中去 考虑到他们和时代的局限 俄黄女婴 不仅是姚的女儿 更是帝姚的臣子 而获取信息 是政治中的重要一环 嫁给顺 他们将为帝姚 打通沟通渠道 而二女同价 提高了信息源的可靠性 此外 如果顺真的能够继位 那么和顺联姻的姚帝一方 便不会有后顾之忧 也能保障自己 和自己部落的未来 把二女嫁给他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是对顺有利的 这里稍微花几句话说一下 顺职钱一直在民间 是个平民 在朝中几乎没有势力 而有了这层婚姻关系 将会为他提供政治资源 帮他融入官场 从而更顺利地展开工作 而那些原本只愿意 支持帝姚的人 也能降低戒心 继续支持姚的这位新女婿 避免了派别之争 以上 都是一些行为背后的 与利益相关的手段分析 有些人可能一听到 使用手段 就会条件性地产生反感 认为姚 这样一个品德崇高的千古贤君 不该这么负黑又诚服 但实际上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 品德崇高和有手段 这二者并不冲突 其实 高明的政治家 往往会通过手段 使得自己和集体的利益 都达到最大化 又因为政治上的策略和手段 常常是同时有利有害的 因为考虑到一方面的利益 就很容易有另一方面的损失 所以 政治人物若能心怀怜悯至今 尽量地减少对无辜者的损害 历史依然会考虑到他的局限性 并评价他说 是有道德的 事实上 人和政治 是史迹和一切历史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把每一个历史人物 都只看成扁评抽象的意义与符号 却忽略了人 政治本身的复杂性 这样读史就太可惜了 把历史人物看成人 并把历史人物当作人来解读 正是我们做故事这段栏目的初衷 说了这么多 那么顺在瑶的第一关考验中 成绩到底如何呢 司马迁写道 顺居归锐 内行弥紧 瑶二女 不敢以跪交 士顺亲戚 甚有妇道 瑶九南 皆义吕 顺 果然像传闻中的那样 可以用自身品德 感染周围的人 二女嫁给他以后 能放下公主的尊贵身份 仅遵普通妇人的行为准则 夫君 天冷了 记得加衣服 瑶的九个儿子跟在他身边 也变得越来越忠实 敦厚 阿顺 一起去做好事吧 地遥大喜过望 对顺越看越顺眼 但他想 作为未来的天子 光自己一个人有道德还不够 得要负责外民才行 于是 地遥乃使顺 甚何五点 五点是指 父义 母子 兄友 地公 子孝 这五种 伦理道德 在法律制度 还不完善的时代 伦理道德是教育百姓 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 重要手段 顺 立刻领会了瑶的意思 对他来说 德育工作的经验 实在太丰富了 想想他那恶劣的 爸爸妈妈和弟弟 都能被感化 于是 顺很顺利地开展了 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 百姓 五点能从 他们尊重五点 也产生了最早的人类观点 就这样 顺通过了道德推广任务的考验 得到了帝瑶的信任与青睐 初步获取了继承人资格 但这还不够 想拿天子 就得先熟悉天子的业务才行 于是 姚又让顺接触百官 了解治理国家时 不同官职要做的事物 原来如此 外交方面 则要接待远方宾客 四方诸侯 鼓鼓中央和诸侯谷的关系 铭记于心 最后 还要熟悉华夏大帝 因为 纸上得来终绝前 决之此事要恭敬 地遥派顺 深入山川湖泊 进行实地考察 对各地民警 地理有直观的认识 收获颇丰 这其中 还有一个意外 顺遭遇了一场 暴死 但他不但没在这场 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死去 甚至都没有因为迷路而误事 在灾难中存活 于古人看来 顺这个人 应该是有天命的 一转眼 这场考验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 三年之后 地遥确认了 顺不但拥有极高的道德水平 而且属实能力 也出类拔萃 是个至胜之人 可以将天子之位 托付于他 要知道 遥能够下定决心 将天子之位传给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实际里虽然没有明家 但我们都知道 遥的地位是从父辈那里传承来的 顺虽然在名义上同属皇帝后代 但对遥来说 却只是一个血缘关系 远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超级缘情 在默认了地位 在血情之间传递的大环境里 遥能做出这个选择 是很需要胆识 与破灵 司马迁写道 赵顺曰 如谋士志而言可计 三年已 如登地位 要说 这三年来 你做事周到 言而有信 答应的事情 便一定能够完成 现在 你就继承大统 登上天子之位吧 如果你是顺 你会怎么做呢 是会当场答应吗 请陛下即刻传位于我 听到姚的这个决定 顺以自己的德行 还不够格为由 想要推辞 陛下 但姚自然没有答应 还是坚持将地位传给了他 大家可能觉得 顺的推辞实在谦虚过了头 毕竟之前考验他三年 就是为了这一刻 但其实 这种谦让之举 却是必须的 古人有三辞三让之理 不论是君王 还是平米 在接受别人的好意识 选择三让而后受 既是放低自身姿态的表示 也是对所措之物 重视的体现 正月初一 一场盛大的善让仪式 在文祖庙举行 文祖是帝瑶的太祖 文祖庙 也就相当于帝瑶的 祖庙宗祠 选择在这里善让 瑶等于是把顺 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 可以说是相当认可他了 但是呢 这个给地位 虽然是给了 但又没有完全给 可以说是如给 虽然举行了善让仪式 但顺行天子之位的名义 仍是摄政 利瑶老 命顺设行天子之政 义官天命 瑶对顺的考验 仍然还在继续 设天子之位的期间 顺依然不负众望 政绩斐然 在立法 祭祀 诸侯管理 行政区域划分 刑法 人事等方面 都做出了不少实际 具体内容 我们就留到顺的故事里 再细说吧 实际载道 姚历七十年得顺 二十年而老 令顺设行天子之政 见之于天 姚辟为凡二十八年而崩 百姓悲哀 如丧父母 三年 四方莫举岳已私姚 在顺设政期间 姚对他十分满意 并未干涉他的权利 而姚逝世以后 天下人伤心的 如同失掉父母 顺和举国百姓 共同哀悼了整整三年 以表对姚的思念 司马迁继续写道 姚之子丹珠之不孝 不足受天下 于是乃全受顺 受顺则天下得其力 而丹珠病 受丹珠则天下病 而丹珠得其力 姚曰 诸不以天下之病 而利益人 而足受顺 以天下 这便是五地本集中 中间三地的故事 集中最主要 也最著名的部分 要属姚善让与顺的 我们再多说两句 可能有些人认为 善让只是一个 假装自己很有道德的 虚伪之举 司马迁对他 支持肯定态度的 在司马迁的 分析框架中 道德的高低 并不在于表面形式 而是在于能考虑到 多少人的利益 当某个举动 能为大多数人获利时 那么它就是一种 大写的道德 其实生活中 大家之所以反感 某些道德之举 是因为他们常常 浮于表面 仅仅在细节和形式上 扭扭捏捏 形形作态 形式大于了本质 但当司马迁说到 帝瑶终不以天下之病 而利益一人 是发现 帝瑶真正考虑到了 所有人 以及天下的利益 这正是一种 大写的道德 事实上 道德既是一种 美好的精神符号 敦促人们追求 崇高的精神信仰 但与此同时 道德也需要产生 实际的功效 有利于社会 总利益的提升 当然了 这对应了 道德论的两个流派 动机论和结果论 也对应了 康德的绝对义无论 和边境的功利主义 具体的 我们在这里 就不展开细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参考 这些相关书籍 再回到 姚善让的故事 从方法层面来说 他不是随随便便 就将天下让了出去的 他是经过长时间 多方面的观察 最后才责定了继承人 与其说他 谦让天子之位 不如说是 主动选拔出了 合适的人才 而正因为他 对天下 真而重之 所以姚 才慎重到 近乎苛刻 一而再 再而三地拒绝 无德之人 他知道 谁做天子 并不是一个人的家事 而是关乎于 全天下 百姓命运的大事 包括司马迁 在内的一些 儒家知识分子 乃至于 孔子本人 可能也是看到了 这一点 所以才对 姚舜之志 反复称宗 他们要的贤君 不是伪善的道德家 否则他们可以随便把王位给一个外人就行了 他们喜欢的善让不是单纯的让给别人 而是将王位善让给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算得上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贤君 或许正因为如此 姚舜之志 才会成为华夏民族千百年来 流传不断的故事吧 以上就是故事栏目第二期 五帝本集 姚帝片的内容 上次 我们着重说了五帝本集中的姚帝 讲了他改进历法 以及善良给顺的故事 那么今天 我们就继续来看五帝本集 讲讲五帝中的最后一位 顺帝的故事 史记载道 于顺者名曰崇华 崇华父曰古耸 古耸父曰乔牛 乔牛父曰勾望 勾望父曰靖康 靖康父曰穷产 穷产父曰帝专须 专须父曰昌义 以至顺七事已 自从穷产以至帝顺 皆威为数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 阿顺 专须 皇帝 都归为了一家人 而从家谱来看 顺是皇帝的八世孙 大家可能发现了 司马迁每介绍一个人 都会先详细讲一遍他的家谱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啊 这和当时的姓名习惯有关 你会发现 这些人作为父子 名字里却没有共同的字 不像后来 比如提到刘彻 就知道他是刘家的血脉 是刘邦的后代 所以光看名字 外人没法一眼 就知道他是哪个家族的 于是 司马迁才把家谱 写得这么详细 而至于为什么 那个年代的人名中 没有标记夫妻血缘的那个字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简单来说 那个年代 人们从母亲那里继承姓 用以区分血缘关系 避免尽亲通婚 而氏则用来标识身份 彰显地位 他们是从父亲 或者部族首领处继承的 也有些人 会在功成名就以后 根据官职 封地 甚至国号的 为自己取一个新的氏 在当时 性和事同时存在 但又和现在的规则不同 而至于关于他们 更详细的说法 我们会在之后的某些节目中 展开聊聊 顺和前面的三弟一样 都是皇帝的后人 但因为隔了很多倍 到他这一代 已经家道中落 和普通的平民 没什么两样了 顺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 跟姚的爷爷的爸爸 是亲兄弟 所以顺和姚的血缘关系 其实非常淡 只能算是特别远房的远房亲戚 每一个能成大使者 都有个不凡的童年 但顺的不平凡 实在是太不平凡了 还记得吗 姚帝篇里说 顺父 鼓手 丸 母银 地向 傲 接欲杀顺 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写道 鼓手 更娶妻 而生相 鼓手 爱后妻子 长欲杀顺 原来 顺的生母早亡 父亲偏爱后妈和弟弟 而三个亲人 都想害死他 鼓手的鼓 是眼盲眼瞎的意思 鼓手 也就是瞎了眼睛的老头 孔子后人 孔安国曾认为 鼓手不是真的盲人 但才这么叫他 是否则他 有眼无珠 成天惦记着 怎么弄死自己的儿子 就跟瞎了差不多 生活在这种地狱无视中 顺并没有被击垮 反而磨练出了 顽强的意志 高尚的品德 他一只不识子道 兄弟孝慈 这里的胸 应该是名字做动词 也就是对待弟弟时 很有兄长的样子 顺孝敬父母 对弟弟尽兄长之道 并且一日比一日 笃信恭敬 从来不肯松懈 对待家人 顺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们要害死我 我就躲起来不让你杀 如果是小惩罚小罪过 打一巴掌踹两脚 我就留下来承受 如果你不想杀我了 有事情要我做 那么我又会立刻出现 好的父亲 顺的这些善行 如果只维持一天的话 别人可能发现不了 但是他常年累月 日日如此 就很难不被发现了 这孩子真不错 十里八乡 口耳相传 顺善良坚韧的品性 伴随着他家人的恶名 渐渐的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顺的名气越来越大 并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在史记的记载中 顺的好品德 很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他并不愚孝 也即他并不任由父母宰割 而是非常有主见 在利益他 且遵守社会道德的同时 还保持了自我的主体性 其实顺的思路 是一种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思考方式 我们在社会中 不一定会遇到像他这么困难的环境 但他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说不定可以参考 那么顺是哪里人呢 根据史记记载 青年时期 顺一直活动在古九州之一的冀州 大概是山西河北一带 他曾经做过很多职业 种田 捕鱼 烧制陶器 制作家具器物 甚至还经过商 别看他转行转得挺平凡 但每一行都干得很好 足以见的 顺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 但更重要的是 他能用自己的道德品行 感染一同劳作的人 史记里写 顺耕栗山 栗山之人皆让判 鱼雷泽 雷泽上人皆让居 桃河滨 河滨器皆不苦语 顺在栗山种地时 栗山人会彼此谦让耕地 这地你来耕种吧 在雷泽捕鱼 雷泽人便互相推让捕鱼的好位置 这里鱼多 快来 在河滨烧制陶器 河滨人就都变得诚实手信 绝不生产假冒伪类产品 阿顺 这一批陶器质量很好呀 顺能通过一己之力 影响一整片土地上的人 改善自己所处的一个行业 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非常开朗 整天都乐呵呵的 好像比较没心没肺 但实际上却非常有智慧 而且情商也高 见到你有困难会过来帮忙 你不开心了会主动安慰你 他可能对所在的集体 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但却不会用地位来强迫你 而是用自己的感染力 让你愿意跟随他 其实啊 顺大概就是这样强大的人吧 史记用了另一个例子 来印证他的能力与魅力 不论是什么地方 只要顺在那儿住上一年 那儿就会聚集百姓 形成一个小村落 顺居住两年 就会发展出一个小城镇 顺如果住上三年 就要变成一座大都市 顺在三十岁的这一年 被推荐给了帝瑶 这也就跟我们上期讲的故事介绍了 于是瑶 难以二女妻顺 以观其内 使九难于处 以观其外 这些事情我们从瑶寻求 接班人的视角看过 但从顺的角度 还有一些不平凡的小插曲 帝瑶在重用了顺以后 曾经给他赏赐了很多礼物 什么衣服啊 琴啊 牛羊牲口啊 还给他修建了一座仓领 也就是仓库 看来那时的天子确实比较质朴 赏的礼物都很实用 不过 质补归质补 这笔礼物颇为丰厚 很快就被不怀好意的人 给编辑上了 他们是谁呢 没错 正是顺的奇葩家人 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地谣的重用 而高看顺一眼 反而还对他起了杀心 想要霸展他的财产 首先出手的是顺的父亲古锤 我将带头冲锋 他命令顺去修理仓库的屋顶 仓库屋顶坏了 你快去修 等顺爬上去以后 古锤边放下一把大火 想要烧死他 不知道是不是利于熏心 他竟然顾不得会不会同时烧掉仓库 和仓库里的物资了 顺也许是多年来 与家人的斗智斗勇逃生经验 实在太过丰富 他竟然随身带了两顶斗鱼 看到起火 他便展开抖地 像打开翅膀降落伞一样 护着自己从房顶上飞下 因此保住了一命 古锤大失所望 但他很快一计不成 又生一计 无必取之 这回是命令顺去修建水井 等到他挖开土壤 身处地下时 古锤便伙同小儿子相 一起下井中填埋土壤 想要憋死他 这次顺在挖井时就已经有了预感 所以他提前在井下挖通了一条小道 顺着逃跑了 岸上的鼓手和象 看井下没了动静 便沾沾自喜 爷终于奸济得逞 弄死了顺 大功告成 本毛者下 哥哥娶的那两个公主 还有摇刺给他的琴 就都归我了 顺来到顺的家里 想要霸占他的房子 还要抢走他的两位妻子 可椅子还没坐热 顺便看到 再度幸免于奈的顺回到家中 顺大失一惊 但却立刻演技爆发 摆出一副思念成疾的样子说 我正在思念你 思念到心痛呢 顺并没有拆穿 这个心思歹毒的弟弟 反而对他说 是啊 你对我确实不错 如果欢作你是顺 经历了父亲弟弟的 两起蓄意谋杀之后 我会怎么做呢 是报复他们 还是干脆断绝关系 顺的做法是 富士鼓手 爱帝 谜紧 意思就是 非但没有追究 反而带父亲弟弟 更加恭敬 比过去更好了 这种境界 一般人确实难以做到 但顺却不是一般人 他能忍人所不忍 能忍所不能 也难怪 会成为未来的天子 就在这时 更有趣的事情来了 司马前写道 于是姚乃是顺五点 败官 皆致 没错 上期我们说到姚弟 让顺担任官职这件事 正是发生在 连环遇害事件之后 姚弟 见顺能够不敢孝顺 便让他去推行德行 教化天下百姓 还记得上期说的吗 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并成功取得了 代行天子之正的机会 其实 如果这样看来 顺对家人的宽容与善意 最后还是获得了回报的 但当然 顺不是为了追求回报 才去善待家人 而是因为善待了家人 又经过奇妙的因果 最后才获得了回报 其实 如果他为了获取名望 而故意做出道德之举 很有可能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 也可能有人会认为 顺是虚伪的 但即使他心里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人的行为 是他思维的结果 最能代表一个人 道德水平的 是他的选择 而不是他的话语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 君子论记 不论心 当一个人 可以从头到尾 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 做出的事 都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事 那么 他仍然可以称得上是 有道德的人 对顺来说 父母这样的血缘 和伦理亲情 是很难被轻易斩断的 他最厉害的地方 是能够不抱怨 接受事实 并用爱和智慧 化解现实中的困境 你有没有发现 史记所记载的 和我们在不了解 他的情况下 所想象的那些 标签化的事件和人物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听到 道德高尚 就很容易想到 一个标签化的形象 但史记里面 这些刻画 让我们知道 大家喜欢推崇的 不是那些愚孝的人 而是顺这样 既能做到孝顺 又具有智慧的人 我们继续说回 物体本纪 顺通过姚的考验 获得了 涉行天子执政的资格 那么涉政期间 他究竟做出了 哪些贡献 从而彻底俘获了 姚的心呢 首先第一项 看过前两期的朋友 应该猜到了 依旧是历法 顺乃在玄机遇横 以其其正 他观测日月星辰 进一步较证了历法 又在各地举行 祭祀仪式 类于上帝 因于六宗 望于山川 便于群神 而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则是史记里 写的最详细的 制定中央与地方诸侯的 相处方针 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些 加强了中央权力的举措 顺 先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收回各诸侯的瑞信 所谓瑞信 就是天子颁发给诸侯的 象征身份的信物 寓意类的东西 顺把瑞信收集上来以后 又挑了个良辰吉日 召现诸侯百官 将瑞信 再次发还给了他们 谢陛下 你可能会觉得 这纯属白折腾 但这个动作 是很值得玩味的 收回再发下 意味着在向诸侯强调 赐给你的东西 我随时可以下发 也随时都能收回 决定权在天子手里 现在的诸侯 将来还是不是诸侯 全都要看天子的意思 而这 也就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十年二月 顺离开国都 去东方不足考察 他登上泰山 又一种名为柴的仪式 祭祀了各路天神 之后顺便接见 东方当地的诸侯官员 各位别来无恙 向他们颁布新的立法 又统一了英律 和陆梁衡单位 说到这个 大家可能会想到 秦始皇的 书童文车童鬼 顺也不过是 比他早了几千年而已 顺的政策 还有对礼节制度的改进 他将诸侯划分了 五中等级 并为每个等级 制定礼节 比如规定 他们各自使用 什么规制的器物 面见天子时 又该分别献上 什么级别的礼物 这些礼节很受古人重视 他们的出现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文明 道德开始走向成熟稳定 相反 当礼崩越坏时 也就意味着时局的动荡 制度的崩塌 这种可以被肉眼看到 时刻提醒着人们的礼节 是对等级次序的明确和巩固 中国的皇帝 要穿龙袍 自称为镇 罗马天主教 则严格用福色区分 教皇 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们 即便到了现在 英国首相面见羽王 或者国王时 也要遵守礼节 他们需得口称 Your Majesty 并且不能背对君主 要正着进去 退着出来 顺把东方的事情 安置妥当以后 司马迁继续写道 五月南巡寿 八月西巡寿 十一月北巡寿 皆入出 等到东南西北都搞定了 顺回到国都 来到帝王宗庙 告诉各位祖宗 我已经巡查过天下四方了 但是仅凭这样 就能加强诸侯统治 巩固中央集权了吗 还不够 这次巡查 只是天子给诸侯 做的一个榜样 诸侯还有自己的义务要做 第一年 天子巡游了各地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诸侯们要每年进京面胜 以表示对天子的效忠 诸位请请 天子向他们传授 治理国家的意见方针 为君者要以身作作 公开考察各地政绩 对表现好的予以奖励 并用特殊的服饰 车马来彰显其中的佼佼者 而这便是尤顺创立的 五岁一巡兽 群后四朝制度 之前皇帝虽然也常常巡视四方 但却没有形成规则制度 随着天子的统治力度越来越大 顺便再也不必像他祖爷爷皇帝那样 迁徙往来无偿处 以士兵为隐位 只是为了统治 就亲自带兵四处镇压了 除了治理诸侯 顺在其他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政绩 他将全国分为了十二个州 疏通了各地的河道 为朝廷提拔人才 启用了当时尚在民间的十六位名士 巴元巴凯 顺还改进律法 规定刑法不能过度残忍 提出用金钱保释 或者流放之类的行为约束 来取代肉体上的酷刑 司马迁列举了一些案例 来讲述律法改革的成果 顺用流放的刑法处置了当时的四罪 这四罪分别是 淫辟以及骄纵而邪恶的公公 违背瑶的命令 执意启用公公的欢兜 治水治了九年都没有治好的鬼 以及在江淮金州一带 为祸一方的三苗 顺将他们分别流放到了 崇山 幽灵 羽山 西戎 在那里抵御外族 教化百姓 既惩罚了罪人 竟也发展了当地民生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 类似的顺又流放了 为祸一方的四兄 混沌 穷奇 陶悟 饕天 这四大家子竟也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了 顺的声望越来越高 在代理天子的位置上 一坐就是八年 还记得吗 第八年 退居幕后的地窑 刻然尝试 上期我们曾说 顺在地窑去世以后 和全国百姓一起扶桑三年 后来就继承了地位 可实际上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丧期结束以后 顺这个窑的指定继承人 并没有如约登基 他把自己的天子之位 让给了地窑的儿子丹珠 自己自躲去了南河之南 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一层意思自然是表示谦让 丹珠是地窑的亲儿子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尤其是地窑的亲祖 丹珠称帝的合法性 比顺更强 如果顺此时忽视丹珠 直接继位 很可能会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 这样一来 顺的压力就太大了 所以顺以退为进 谦让天子之位 给实力并不如自己的丹珠 是等待丹珠明白自己 无法坐稳天子 并主动承认顺的地位 当然退一步说 如果丹珠被天下承认为天子 那么自己其实也不一定 非要做这个天子 所以他这一步也是对自己 冥望的评估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诸侯朝禁者不知丹珠而知顺 预送者不知丹珠而知顺 欧歌者不欧歌丹珠而欧歌顺 朝见天子的 打官司的 写赞歌的 全都不找丹珠而知顺 于是丹珠这个名义上的天子 就成了不被天下认可的空壳子 这样一段时间后 顺感慨到 天也 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就此顺便回到了国都 见天子未焉 视为帝顺 根据实际记载 帝顺在正式即位以后 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依然继续为百姓和国家 做了很多史事 他进一步吸纳人才 细化官员制度 派遣每个人到合适的位置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有一天 他向朝神询问道 有能奋拥美姚之适者 使居官向适 有谁能奋发图强 践行天命 光大地姚的事业呢 活羽为司空 可美帝宫 哎 陛下 羽这个人不错 可以担当司空一职 既然 羽如瓶水土 为事免在 顺说 好 便认明羽为司空 掌管天下土木 水利 在这段记载中 顺没有自己直接拍板 而是向群臣询问了意见 他这么做 存在两种可能 一 是顺很谦虚 他想放低姿态 以此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让朝城更有活力 二 则是这其中 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博弈 这个时候 顺即位不久 根基 事理尚不牢固 话语权也不够大 想要提拔谁 可能还是要参考 朝城的意见 但是 从最后 天下明德 接自余地史的 治理结果来看 帝顺并没有被人 牵着鼻子走 他应该是在 心中有数的前提下 再去和众人商议的 肯定不是像 水浒传里的宋徽宗一样 别人说什么都听 帝顺用这个方式 敲定了各个官职 除了余意外 他让契去播种庄稼 让谢推行五轮教育 让高尧管理刑法 让锤通领天下工匠 让义治理山川胡子 让伯仪掌管祭司 让葵掌管音乐 让龙负责禁言纳戒 帝顺这么做 相当于组建了 一个出席的内阁 按照管理范畴来划分指能 这是垂直于 按地区划分的 诸侯权力体系的 诸侯们彼此独立 彼此竞争 但内阁们则各自分工 统筹合作 顺每三年考察一次 官员的政绩 做出相应的贬处 或升迁处理 从此啊 远近重工闲心 各行各业 全都十分兴盛 如果仔细看看 顺的内阁的话 会发现他豪华的不得了 里面有周朝始祖 殷商始祖 还有表现最为出色的鱼 也即吓得开骨天子 他披九山 通九泽 绝九和定九州 终于把困顿天下许久 他爸爸滚 治了九年也没有治好的水患 给解决了 五迪本集的《地顺》篇中 还专门提到了顺对音乐的贡献 他认为 音乐能用来陶冶情操 磨练性情 交之子 治而温 宽而立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你要用音乐来教育孩子们 要让他们正直且温和 宽厚又庄严 刚正但不暴虐 简朴而不俱傲 《地顺》曰 诗言义 歌长言 声一勇 律和声 八音能写 物相夺伦 神人以和 顺说 人们用诗词表达思想感情 用音乐来延长音节 畅用诗词 乐声的高低长短 要与诗词内容相契合 还要用音律来教准乐声 使他们和谐悦耳 用八种乐器来演奏音乐时 也要做到和谐共奏 互不干扰 谁能做到上述全部这些 那么他就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司马迁继续写道 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 四海之内 弦待地顺之功 为了称颂顺的恩德 魁演奏起了乐曲《九韶》 就连代表祥瑞的凤凰 也被吸引了 他在空中盘旋飞舞 好像也在赞美天子的功德 这句《九韶》在历史上相当有语 根据伦语树尔的记载 孔子他老人家 就曾在齐国听人演奏九韶 一曲听闭 便入迷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 不图为乐志 至于思业 司马迁继续写道 顺年二时以孝文 年三时姚举之 年五时设行天子时 年五十八姚崩 年六十一代姚建地位 建地位三十九年 南巡寿 崩于仓物之隐 藏于江南九仪 市卫灵灵 帝顺去世以后 被葬在了长江以南的九仪 这个地方在湖南 大家可能听着比较陌生 但如果说到这里盛产的香飞竹的话 应该比较熟悉了 民间传说 帝顺死后 她的两位夫人鹅黄女婴一路追寻 来到了萧香水畔的九仪山 在这里 二人因为思念王夫而泪流不止 眼泪落在主义知识上 竟然形成了斑点状的图案 于是 人们被把这种带有斑点图案的斑主 称为香飞竹或者泪竹 说来有趣 在另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 也有一个人跟香飞竹关系匪浅 那就是《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了 她为了还泪来到人间 诗号叫做萧香飞子 在大观园里的住处 也是有千百干翠竹演映的萧香馆 或许在《红楼》作者心中 黛玉的一生就和俄黄女婴一样 凄美而有诗人唏嘘吧 至此 我们从皇帝登基 讲到顺帝去世 武帝的故事也就全部结束了 司马迁说 自皇帝之顺与皆同性 他认为武帝和顺都有血缘关系 也计 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位先祖 帝王 全都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至今为止 仍然无法从考古学上证明 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但是司马迁根据他所查阅的史料 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表示中华文明 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血脉和根源 这个结论 塑造了华夏民族的身份归属 也体现了世世代代华人的一种文化认同 当然 近来有很多人认为 炎帝皇帝这样的称呼 在历史上 并不是对应具体的某个人 而是对应一个个部族 和他的一系列首领 而包括专须 帝库 瑶 顺 甚至丹珠 在内的人物故事 其实是体现了那个年代 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关系变化 也有观点提到 上古时代那些神兽 比如熊皮皮羞出户 其实是可以指 以这些动物为图腾的部落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是史记行文中 所记载的那些信息 和前面说的一样 史书并不完全等同于史实 还请大家留意 其实 比起之后的章节 武帝本纪的记载 确实有一种黄金时代的感觉 似乎有些理想化的色彩 比如 司马迁记载的武帝 几乎没有缺点 而从皇帝开始 万事万物蓬勃发展 整个华夏大帝一路上扬 虽然有自然来的天灾 但民族却越来越有凝聚力 政治也越来越清明 似乎从未回落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多少有点不合理 但有趣的是 自从这些故事开始流传后 千百年来的古人 最后都选择了相信 近代出土的《竹书经年》里 对于这段历史 有很多相反的记载 也有更加详细的细节 但它到目前为止 还未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专门去了解 因为我们是讲史记的节目 具体内容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可以看出 司马迁写的五帝本记 除了记载他考证和研究的历史 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所以他描绘了一个 中华民族创生的黄金时代 但是即使他的目的是要根据史料 打造民族的起源 他也没有将这些近乎于 神话人物的上古先贤 写成扁平空洞的符号 其实把五帝他们写成 一个个脸谱化的偶像形态 是更加容易的 但司马迁没有这样做 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还原了他们 如果回忆一下五帝本记 重点描写的三位 皇帝 老帝 顺帝 你会发现他们的形象跃然于脑海 在我们读史记之前 很可能会觉得这三个人没什么区别 但读完五帝本记 只要一提 就知道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这种生动的笔触和人物刻画 正是史记的一大特点 除了人物刻画之外 司马迁也以五帝本记为起点 搭建起了他创作史记的道德框架 他不推崇口号式的道德呼吁 而是希望在保留人性的前提下 挖掘出真实和深层的道德海域 他所秉持的道德是立体的 是大写的 换句话说 司马迁有一种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继续读更多的史记 我们会发现 他的这种道德观 是贯穿于整本书的 在五帝本记文末 司马迁写了《太史公约》 《太史公约》四个字 看过史记的人应该都了解 他不同意证文中的历史事件描述 而是司马迁从自己立场写下的评论 被称为赞或者论赞 《史记》中几乎每篇都有 有时是补充说明 有时是个人砍探 这种史评形式 让史学家能在历史记述之后 将个人的评论和感慨 也单独列出来 那么我就全文念一下吧 《太史公约》 《学者多称五帝》 《尚语》 然尚书读在姚义来 而百家言皇帝 其文不雅训 《剑申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 《载于问五帝德》 即帝系信 如者祸不传 于常西至空头 北过着陆 东见于海 南辅江淮 至 长老接个往往称皇帝 遥顺之处 封叫顾书焉 总之 不离古文者尽识 于关春秋 国语 其发明五帝德 利系信张义 顾地俗申考 其所表现皆不虚 书缺有建议 其意乃实实 鉴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顾乃为 浅见广文 导演 语并论次 则其言尤雅者 顾助为本级书首 可以看出 司马迁的历史研究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阅读史料 对其中的信息 进行收集 整理 编写 由于父亲司马谈的影响 司马迁自用 就熟读上书 左转 国语 戏本 等古籍 二是进行实地考察 搜集疑文古事 走访信息源 获取第一手资料 再对古籍中的信息 加以考据 论证 从二十几岁起 司马迁就开始游历天下 足迹遍布中国各地 为实际的写作 打下了基础 五地本集中 他就参考了上书 春秋 国语 五地德 地系信等文献 整合梳理史料 又亲身去到空筒 着陆 东海 江淮等古地区 进行实地考察 最后 把史料和考察结果 结合比对 摘取最为可信的内容 写成了这篇五地本集 在五地本集中 我们看到了 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 不过 史记中的黄金时代 其实到五地就写书了 到下一期的下本集 我们就开始能看到 更多的权谋和国益 甚至是 而又我诈和勾心斗角 而这些 是人性在历史和利益面前 更加现实的演义 下本集的主角 毫无疑问是鱼 他本是专须地的亲孙子 却成了一个 亲身经历自己父亲 被天子治罪治死的青年 天下人 都认为自己的父亲该死 而他 竟然要接地这个父亲 九年没有做成 而且因此丢掉性命的治水任务 这刻 连顺地都不愿意 接下的烫手山芋 最后会给他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还是 无法估量的权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击